好那么针对反黑箱克刚遭到背后有团体指挥运作的指控 郑南荣基金会今天发表声明强调 面对学生们努力维护知的权益的世代正义 上一代应该支持下一代争取权利 也呼吁教育部长吴思华不要对进入教育部办公室的学生提告 应该倾听学子的心声 暂缓新克刚执行 重新回归合法程序审议克刚 另外民进党发言人今天表示 针对教育部指控学生违法坚持追杀 到底是台湾司法史上的奇闻更是国际笑话